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天说这伟哥吃的能十几回中风 我的天 他还不是伟哥吧 他那个叫做什么 一种草药 但这种草药里含有的主要成分 西蒂纳菲 其实就是一种伟哥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伟哥的衍生品 草药又加上这种什么伟哥 据说他吃了十份 也有人说吃了相当于十个伟哥 我的娘玩了三天三夜 在这个爱情牧场 那个著名的妓院 现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我跟你说这妓院火了 营业额比平坦增加三倍 在哪里 在内华达州 在那是合法的 在那是合法的 奥多姆那间房 就那个姓party的那间 三天三夜那间房 现在已经预约到一个月以后 很多人打电话来给这个妓院老板 这妓院老板乐坏了 好家伙没想到跟我们这真带来生意 其实我瞅了瞅 他这妓院我跟你说 我觉得品位不高 格调不高 拉斯维加斯的妓院本来也就 操了吧唧的 就外面他那些都很粗糙 对 你说我以为奥多姆 在玩也得玩点高级妓女 是吧 美国的那个 美国只有什么呢 比如说看电影 你看到华尔街那种 他那种比如说坐在大车里头 那种可能还叫高级范儿 要不然一般的他那种妓院经营方式 都是那种口味 就跟人家看 比如说中国人 你看看我们国人 看色情片 都看日本AV多 不大爱看美国的 为什么 就看到美国那些女的 就挺着个胸 然后舌头把这个嘴巴舔一圈 就觉得有点 你知道那意思吗 就那种品味 是是是 咱们喜欢日本的 我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 就说明美国人 还是比较艰苦朴素的 他们你还弄个这个 咱俩说搞腐败 你要搞腐败 你要中国这些 像东莞那个 对那里 人家不但艰苦朴素 而且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真是 真是 追求更高 真是一不怕苦 更高 更强 更快 不是不能更快 更高 更久 更强 最后一直到中风十几次 好家伙 我就是这两个妓女 把他翻过来的时候 就嘴里 这个耳朵里什么流出不明液体 他现在奥多姆 其他器官在慢慢好像恢复 要不然真是体育巨人 但是肾脏的衰竭还在持续 还在做这个透析 但是据说已经可以跟老婆 就这前妻 卡德山的 还没离婚 正在离 这事也很悬 也很有意思 俩人都签字离了婚 但是法官还没有批下来 所以法律意义上讲 他要死了 卡德山能继承他5000万美元遗产 照样是他 所以卡德山也是他医疗事务的决定人 还是他的法定的妻子 而且太好玩的就是说 这卡德山 现在有点转态了 就是说 我先给你看看照片 这事我研究的比较精神 我给你看照片 你看 当年的时候 他还在胡人打的 8号 对吧 7号 我问你 是8号像赤伟哥的 还是7号像赤伟哥的 我看上去像8号像 但实际上呢 是7号的中锋了 开什么玩笑 科米哪用着 赤伟哥 来来来 每天射一万个球 好 这是卡德山 其中一个是奥多姆 另一个是卡德山 别的男友 是谁吗 哈登吗 现在的男友 你看这就 实际卡德山 火箭队的 对 已经公开跟哈登 好了 连两口都算 离婚了 奥多姆去妓院 其实跟这俩有一定关系 你还 受不了刺激 他不仅仅是个性游戏 你跟往下看 这就是放 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三流旅馆 这还什么说是一万美元一晚上 您能相信吗 就叫破酒店 那当然按头 这一万美元 说几千到一万美元 一晚上 对 对 据说主要 这不就是招待所吗 包人的吧 跟你叫的姑娘 数目也有关系 你看那个床头柜上 放着的那都是各种草药 催情药品 这是帝国主义日薄西山 现在就不行了 你看了 你再往下看 这就是他的妻子卡戴珊 这个卡戴珊家族的这个女性啊 我认为主要的特色在于臀部 确实是 你连他家族都摸清楚了 这事太有意思了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你看这姬院老板 现在趁机公关啊 做钱的那个就是他 做钱的老板 这老板现在趁机公关 名扬全世界的嫖客 都打电话来订房 你瞧 所以这就是 哎 这就是他这个妻院的这种水准 哎 牧场 爱情牧场 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 这是他们弄的其他几个 NBA啊 人家就说了 当年那件事 NBA球星 徐老师这你比较了解 就叫一半是性 一半是钱 对 麦吉尔强什么事还得了爱之病 哎 对 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一个坏孩子 叫谁啊 快放 哎 哦 这个罗德曼吧 罗德曼也是跟女的 访问过北朝鲜的嘛 是吧 对对对对 很喜欢金正日 这是篮球史上的名人 张伯伦 张伯伦 他自己打的这个牌子 可能得一百分 对 然后有这个 这球团记录 但是他呢 据称一辈子跟两万个女人上过床 所以网友给他恶搞成了这样 对 两万 怎么有可能啊 大家这是个谜啊 大家一直帮他算 呃 在15年到20年的时间内 不一年360天嘛 不是 网友都算了 徐老师 平均一天三四个 他们都是 就像一叫 叫好几个呀 这么这么玩 都喜欢这么 一个怎么能完成两万的定额呢 你看 多快好省 多是第一位的 还没伟哥 哎 这次 就 所以 这是史上巨人 不是 你们你们 你徐老师最爱看NBA的 对 这你应该跟我们聊聊 奥多姆的事 奥多姆是一个什么人 奥多姆就是一般嘛 就胡人里面的一个 一个运动员 他最强第六人嘛 你想 第六人就是说 不 第一轮都不上场的 哦 就是后备队里边的第一人 一直做伴 最强第六人 就这个意思嘛 但我就非常奇怪 就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呢 这类的资本主义堕落 运动员这种睡觉的事情多得很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大轰动呢 你觉得他的新闻点在哪里 第一是差点死了 第二是这个寄院伟哥 第三是卡戴山 对 我也觉得是卡戴山跟哈登的事 哈登是现在正当红的球星嘛 对不对 那因为奥多姆早就过气了 那么你一般美国的NBA过气球星 很多故事大家都不管 你别说他就连非常红的 像艾弗森 艾弗森 对 他他去年也有些别的新闻 大家也都没没什么 没没大管了 他其实这个第一是 他很爆炸 他联系他信了 信永远是一个让人关心的事 还有最近可能也没什么新闻 NBA现在还在寄钱吗 而且这个卡戴山家族 我为什么说现在中国都在聊真人秀 实际上真正的真人秀 中国是不允许能那么拍的 这个卡戴山家族 我原来不太了解 是几姐妹 这个他的老婆 这个是一个卡戴山 还有一个叫金卡戴山 这几个姐妹啊 都是臀部 都有这个特征 你知道吗 这么大一臀部 然后呢 都爱找体育明星 然后呢 就是这个家族靠什么出名 我觉得跟中国今天的流行范啊 很可以 你可以有联想 他也不是靠演技 他也不是靠作品 他就是靠生活 靠人生 这个家族最有名的靠什么 靠一个真人秀 这个真人秀啊 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奥多姆最后精神崩溃了 他跟这个 这个这个卡戴山 他们演过一个真人秀 是吧 不就你听我给你讲 他认识了 很快就结婚 结婚的时候要签这个结婚协议的 签结婚协议就是说啊 卡戴山这家女的就是说 任何我们的私生活 都要在我们的真人秀播出来 以至于你知道他这个 这个都这样了 在医院 他们卡戴山家族到医院看的时候 本来是扛着摄像机要进去拍的 就是那种真人秀 一切拍下来被医院阻拦了 过去最有名的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奥多姆和这个卡戴山 在床上搞这个性爱鞦韆 玩这个性爱鞦韆 两口子就在这个性爱鞦韆上 呱这个鞦韆就断了 呱在床上 他就比后来 所以在美国现在有的八卦就是说 这个卡戴山就利用这个奥多姆 到最后就是把咱俩的一切 卖钱 甚至就是说要离婚了 我跟哈登好了 全部到最后 这个奥多姆就是说 我求求你 你不能再把我们私下间的这个录音 对话 在你的真人秀放出来 但是哎 就卡戴山家族 这女的也真是够酷的 就是一切就是要对外 全为了这个真人秀 那么我怎么看到 相反的 说这个奥多姆 要威胁 要公布他们的那个性爱的 这个这个录像 是要要要为了一些钱 在这个之前 就是说 我我看到的是倒过来 他说我们拍了这个东西 他说我你你不给钱 我就要把这个 这个东西去公布了 什么的 他们的性爱录像啊 之类的 那你是另一个 卡戴山家族透露 有可能 一些这些消息比较混乱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奥多姆 你觉得他到妓院 是去玩这个性的吗 可是实际呢 他去发泄 没错 他去排遣忧伤 而且你看这个男人的心里 其实他现在就有点颓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在这个妓院呢 左拥右抱 叫俩女的 实际上跟这俩女的聊什么 就聊 我觉得也挺可怜的 一个男的 就是说 你们说 我比这个卡戴山的 之前的一个男友和哈登 我就前男友 后男友都要比啊 就我跟哈登 谁的身材好 谁的家伙大 那妓女肯定说 你的你的肯定你 他们哈登的也看过吗 哈登也经常去牧场 原来那是个NBA球员 爱用 爱用牧 的一个 喜欢去的地方 他这个妓院老板 也挺不是东西的 妓院老板说 我跟奥多姆是哥们 什么几千美元的这个防费 我给他免了 可是你知道最后 他给他开出的账单是多少 这三天三夜 嗯 七万五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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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办 就玩姑娘啊 就七万五千美元 就杀西七人 你们 我们也听说过七批啊 多少钱了 这种 对不对 他那个那个数量比较大嘛 但是 但是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 哦 那身败名裂 哦 那就向央视盗窃 向全国人民 那就在中国就是一切见毁 如果薛满子这样的话 医院就不接收了 估计 你不要去中国 那先有朝阳群众举报 中国 我跟你说 中国和美国是国情多么不同的 两个社会 我就 奥多姆都这样 美国人民就关心他的病情 送上爱 送上关心 送上热情 希望他能够得到拯救 对 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 永远不准拍戏 你知道吗 这我们国情不同 是吧 我支持中国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卡戴山家族啊 越来越有故事了 因为现在有流露出呢 哎 这真是卡戴山一看 自己的前夫 据说是因为跟自己离婚啊 被赶失忆 才去的牧场 然后说是闹到这个程度 然后呢 哎 感觉啊 说我要好好的照料他 所以这个民间又感觉 是不是要回心转意 哎 那哈登那边什么情况 哈登本来是 据说胸怀挺宽广的 一出了这事 哈登就跟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正跟他好的 这个这个这个谁呀 卡戴山 就说哎 当然你要回去照顾他 对吧 这事 就是大事了 对吧 你我 我我我支持你 我知道 你肯定是要回去照顾他的 表现出了宽广的胸襟 但是呢 可能人家又不回来了 这怎么办呢 被他没分析啊 我觉得这个 哈哈哈哈 好扫兴啊 我本来在这个这么烂的负面新闻里啊 已经找到了一点正能量了 现在又被你 被你有点 被你有点 现在被你 他基本上 他 我觉得他是卡戴山家族 是不是要在中国的一个 代言人 什么代言人 预备要引进他们的秀 是吗 卡戴山 真人秀 这样说的吗 说你强奸一个修女 跟强奸一个妓女 在法官看来 是同样的罪 是 这个我 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很震惊的 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想 这个强奸妓女 这个跟强奸修女 居然是一样的罪 但仔细想想 是在法官一样的罪 那么以这条来类推呢 我现在发现 美国他是怎么样的 他就是说 来一个病人啊 你是在妓医院搞成这样 或者你是在战场 消防队 这个奋斗英雄 变成这样 我们医院一样治理 那当然了 你哪怕是战犯 你哪怕是战犯 你到医院 你说这句当然了 你说这句当然了 中国也会吧 假如说 你是医生 急诊势力 现在啪 送进来两个人 一个人 就是 妓院完了多少个人 这么 假定说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现在昏迷 另外进来一个 烧伤天津港 消防战事 你先看谁啊 这是不是看先后进来 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问题实际是个 是个 是个不成立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你们居然说不成立 我亲自都碰到过 你在文革的时候 你医院里进来 你病人进来 先看你成分 先看你是什么工作 如果是外伤的话 当然 那你战场上下来 第一优先 工伤第二优先 你家里自己摔的 就排在后面 你要是阶级敌人 你怎么积院里过来 我给你看病 我给你看病 就已经算好的了 那是文革吗 今天你觉得没区别 我觉得 刘老师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它具体 有一些很复杂的 比方说 它有 像天津港爆炸了 那么这个有关方面啊 首先它得组织力量 于是它 专门的 比如说 所辖的多少个医院 首要任务是抢救消防员 对 这个你不能 你这个 它并不等于 它在价值上就认为 消防员比一个平常病人 更值得抢救 这只是某种应急部署 我相信全世界都是 应该是 因为现在是这样 一般比如说 我不知道内地情况 像香港的话 它是这样 所有进来的病人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到了公立医院 急诊室 它是有个初步的判断 把你分类一边 只看病情 不看病因 对 只看你这个病 是不是会致命 比如说 从致命的严重程度 往下推 大概分四到五级 然后没什么事的 就坐在那边慢慢等吧 说不定还等上一天一夜 但是很急的一进来 马上抢救 你们说的都是 这个普世价值 人道主义 但是我讲的是国情 我觉得 我觉得不会吧 薛满子进去就比较麻烦 就比较麻烦 这种情况下 薛满子进哪儿啊 就假如 那我打个比方了 打个比方了 你这样的个情况 中国人看病的时候 你这个病因的道德判断 有没有影响 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了 我当然不是赞成这样 不是 我跟你说 世界是不完美的 当然有可能 有一个中国医生 他觉得你好看 就先给你看 他难看 就后给他看 但那是不对的 对 那是不对 类似不对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 比你说的那个 我想到有另一种可能 可能性更高 是什么呢 进来是看级别 领导先看 这我觉得就比较有可能了 你觉得是不是 你比如说你一个普通老百姓进来 一个农民工进来 一个 比如说市领导 那你说先看 薛老师 你讲的另一方面 你比如说 好比说 如果我想去看病 我也拐弯抹角 找一个认识的医院里的人 那么当然了 我去了 人家就是专门给我看了 这当然 我这也是不正确的一部分 对不对 但我听 这也是一种国情 但我听过有这么一个情况 有人得了艾滋病 他千方百计要证明 他是输血管染的 否则的话 就是他生了病以后 还是不断的受到歧视 这个歧视不仅是医院 我第二个又要讲的 就是你讲的这个卡 卡什么 卡戴山啊 卡戴山家族 被他刚才一解构 在没解构之前 以我的这个读新闻的感觉 我说这老婆不错 你看老公犯了这种错 对 生成这样的病 印象也是这样 你周里说已经离婚了 你这个垃圾堆了 你这个亏得我离开他了 他还返回去照顾 你说有几个女的可能这样做 当然了 你现在讲出来一大堆经济啊 后面的操控 本来以为是有情有益 我本来觉得这个多有情有益啊 你想想你身边的女人 你要到了这个地步 他还肯出来来 单单来救 救你到死 我觉得这很感动啊 徐老师 我觉得你身边的女人 比我身边的女人无情 我认为到死啊 是个关键的坎儿 对两口子可能离婚了 那么他都要死了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到他 如果有分开的话 不一定不一定 有的真是恨你到死 对 女人恨了以后 这巴不对你死 真有这种了 而且你回头一看 我原来还以为这是爱情 我就想起来 我就说我早年间一个女朋友 我就跟你说过 我在这说过 就是说 就是分手的时候 就说 就恶狠狠的就说 你死了一定要告诉我 我还很感动 我说那还不用 咱们就 你要好好活去 是吧 就我不会跟你说的 他说 你以为我要跟你生死绝别吗 我说到你身边看看 最后送你死的 床边都有哪个女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那个卡戴山不是还带出了某种症难量吗 不过当然被你像是刚才已经构掉 也当然可能人家是纯洁的 但是人家 奥多姆还有前女友呢 你知道这就是前女友在医院外头 卡戴山不让人家进来 前女友也带着孩子呢 生着孩子 说卡戴山 你控制了这个医院 因为他作为法定妻子 他不让人家前女友进去 你公平吗 大家都生了孩子 对不对 凭什么不让我 前女友也生了孩子 对 多了 那他们这个 你要号召 对吧 就像全医院的群体事件 全带着孩子 你刚才说的那个句 他们 我问你 我听他们说 NBA的巨星 全有死生子 那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 就巨星吗 嗯 这靠谱吗 我觉得不至于吧 不愤吧 不能说全有 不愤吧 你像那个谁 那个亚美加的那个 那个那个歌手叫什么 鲍鲍马雷 鲍马雷 鲍马雷 好像说 他自己知道的就有几十个 他死了之后 说他不知道的就几百个孩子 就他都分不清了 他也有可能 是吧 但是我觉得NBA巨星这种 历来也有很多人 我觉得不会是像有私生子的人 你比如说像马刺的邓肯 嗯 我就觉得 我不太相信他会有私生子 对对对 邓肯嘛 著名的现代舞蹈家 他怎么会 真的啊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腐朽的资本主义新闻 我想挖出点正能量都被他的解构掉了 不是 这是正能量 我认为可以引进卡带山家族的这个真人秀 你知道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增强学习 过去咱们以为就是说一个人你或者凭你的文学 或者凭你的表演或者凭你的作品出名获利 但是今天你看越来越多的事情 我们发现靠恋爱就行 靠结婚就行 靠生活就行 靠生活就行 对不对他一个婚礼搞成了一个年度 好几亿是吧 那是中国我想全年度最大型的商品展销会公关活动 哎呦 你想想看他那一场多少的商家在赞助 那以后创造都会卖很多钱 对你他们如果如果中国法律允许啊 或者我们社会道德观念也像美国这样 其实他们真的是两夫妇以后什么都不用干了 对就就一直拍下去 一直拍下去的生活 我很为他们欣慰啊 对其实实际上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他们就是当然人家肯定认为人家还是要表演的 对吧 但是确实从咱们角度看 生活就是表演 他已经可以不靠这个了 他真的 而且哎 你就看你从某种行为上看 结婚没几天 光机 又是个真人秀啊 安周拉卑卑带着人上北京那个整容机构 对 你们说我脸是假的吧 鉴定 拍拍拍 不不不 哎 这个你在一个意义上你可以讲是在做司法鉴定 嗯 但是在令客观的传播效果上看 嗯 他也是一种真人秀啊 嗯 更火呀 更火呀 这成了是个头条新闻 而且对于那个机构也是一个巨大的广告 对 然后完全是个产业链的支持 如果他再过一阵 他怀孕了 有孩子了 哇 那接下来不得了了 然后支持国产奶粉不要荷兰奶粉 爱国主义啊 那个将来 那好 所以不管你讲的那个卡戴山本人是怎么用 他这个新闻能够这么持续的引人关注 也说明美国的一般市民或者说比较普罗大众的市民的一些普遍的价值观 对不对 至少大家都会感动说 你看已经要离婚了 老公出了这么丑的事情了 和老婆还回去维护他 照顾他 很多人就很感动 你看这个你不能看他的表面上他们在自己做戏 做戏是为了观众 对 背后有观众的集体心理 我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子 你在美国生活里面 你也讲到美国人跟我们还是不一样 美国人真天真 相信啊 对 美国人的眼泪很廉价 他真的有些事他还可以相信 他说虽然他们也会讲有些事是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但是他们他们仍然会是会会很愿意相信 中国人看到这事第一件第一个想法 炒作的吧 对对 对对 所以我跟中国人 我刚才的分析全完全做我做了一个中国人的分析 中国人就是这么看来的 在美国人看来哈登这种很很高尚啊 你看女朋友原来的老公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 哪怕在妓院里实力违隔 他都能回去 你看我让他回去 我知道可以这样 那中国这个哈登不要被人骂死了 你算什么 你算个男人吗 你到底爱不爱你这个女朋友啊 你一个女朋友回去 你不是绿帽子啊什么一大堆 他美国人居然有这么一个道德舆论支持他 但是卡德山他要是从此之后真的 因为这个奥多姆啊 是这个人也坏 这个肾脏的合身就肯定是 MBA早没了 有后遗症的 对吧 那接下来不就继续真人秀吗 嗯 你知道吗 那也付出代价啊 接下来是下半身转型往圣女方向发展 是吧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所以不是不是那个肾脏科学方向发展